大家好,我是徐晓东,今天是2020年的12月15号,下午15点25分,我在北京 给大家赶快公布一个最新的一件事,非常的重要 就是大家挺仔细听我说 刚刚得到最新的消息,据上海某体育协会,某武术协会的一些领导 给我透露了重要的劲儿 就是现在大家都知道,闹着纷纷扬扬的马宝国事件 那么马宝国2017年挑战我 我徐晓东跟他签合同,去上海浦通一家小龙拳馆去比武 当时比武的同时,马上就要打的时候,警察突然接触 完了,所有人报警,就把我带走了,调查核实情况,这个比赛就比不出来 那么以后,包括我在内都认定是马宝国报的警 那么现在最新的消息,上海的某武术协会某啊,某领导透露 这个报警就是上海体育局武术协会报的警 报警的人应该有可能不是公的,就是母的 那个母的有可能是三个字 这个我跟大家马上也说一声 也就是说这三年大家骂马宝国报警的 很有可能把马宝国冤枉了 马宝国虽然我认为他确实是自己我洗脑的一个太极的傻大师 到处的骗,但是我觉得谈不上一个法律层次给他判刑啊,这个什么的 呃,马宝国被这个王庆民KO也是马宝国自我洗脑 这个一种结果 该怎么骂马宝国怎么骂 但是报警,现在呃,有业内的人士还是被武协领导 已经跟我说,确实他们上海体育,不是体育局,就是武协报的警 其实这个人他们都知道啊,可能是男,可能是女 可能是女,可能是女,三个字啊 一个体育局,还是武术的一个领导 报的警,现在呢,已经证实了 而且呢,如果某些警方,如果大家都不信啊 某些领导说我污蔑的话,查一下2017年当天的报警记录 就都知道了 这件事呢,虽然马宝国骗,虽然马宝国傻 懵,自我洗脑 但是这件事不能扣在马宝国的身上 那么我徐耀东也给马宝国脱这个帽 把这个帽给他脱了 他自我洗脑,自我表演傻了巴基的胡说八道 说一些二逼的话,那是他的事 那是他的事啊,但是这报警这个确实不是马宝国报的 全中国人民全世界都以为马宝国报的警 现在因为基本上证实了,不是 我赶快把这个消息呢,给大家公布出来 给大家公布出来 东哥还这句话,东哥就是黑是黑,白是白 黑是黑,白是白 我再讨厌的人做对了事 问我对不对,我也该说对就说对 不能昧着良心 我该喜欢的人,该支持我的人,做错了事 我也该说,我也要说 为什么呀,这他妈就是实话 中国不就是需要说大实话的人吗 政治上你别逼着东哥说啥大实话 东哥不敢说,咱们就说武林 所以马宝国这事 是马宝国是由东哥引起的 2017年挑战我 我把他跟什么MMA的世界冠军 那路世界冠军的视频给大家发出来 但凡初中毕业的孩子一看都知道是假的 就行了,东哥的任务也就达到了 希望这位骂马宝国的人 大家也要,其实也要琢磨琢磨 这位不是说马宝国也被封杀了吗 很多人问,东哥,人民日报给你泄愤了 给你解气了,把马宝国封了 我说这跟我没关系 这是第一,第二,你封马宝国有什么意义 我老说这句话 他做的不对,这那对,可是他违法了吗 我虽然讨厌马宝国,骂鸭案的 但是,人民日报谴责可以谴责 这没问题 这个是人民日报 全世界,全中国人民的自由吗 言论自由 你跟日报,你当然有自由了 但是我要说的就是 底下的其他部门 那些什么B站什么的 马上就把马宝国这些给视频都封了 我个人认为 这里有夹杂着色情 恐怖,政治,各方面敏感 有违法吗 没有 如果没有违反 没有违法 纯娱乐给大家的话 你干嘛封人家 干嘛封人家 我老实这么说 马宝国自我洗脑 自我洗脑 虽然说人人得以诸之骂 但是谈不上违法 就像东哥没事骂五毛 骂这帮傻逼小粉红 但是从法律上人家没违法呀 对吧 吴京那句话说的没毛病啊 我爱国无罪 对吧 就是道德上受到谴责 马宝国也是在道德上可以受到谴责 但是从法律来讲 他没什么为什么法 该骂他我骂他 但是我该说良心话也说良心话 马宝国爱挣多少钱也与我无关 那有人愿意给他 对吧 你们也看马宝国什么走去去广州啊 人人人海 老说喊马老师 马宝国什么的 东哥这一看都明白都是拖 现在这演艺公司不都是拖吗 你去机场一帮接机的有几个针着的 对吧 追汽车的 巴达 摔倒地去给你加一百块钱 追车喊哭的给你加二十块钱 这都他妈假的 都是假的 但是你说这个违法了吗 这个你们得看 你们得问律师 涉及不涉及到非法的虚假宣传 这个 这涉及到一个法律层次 别问东哥 东哥呢 知道一点点 肤浅 能保命就行 其他的你们问那些律师 我问的律师 人家律师也说 马宝国目前没有涉嫌什么违法 你这么疯的话 其实涉嫌什么 这些网站涉嫌的是什么 侵犯人权 咱们中国包括抖音啊 包括B站啊 包括快手啊 都在都在涉及 侵犯人权 都在涉及 比如说我上不去 什么都上不去 我的侧脸都上不去 知道吧 为什么呀 不知道 那有个黑暗的一些部门来 来控制他们 所以说那些企业有自由的吗 没有 你说老骂华为什么的 我老说华为是躺枪 但也不算躺枪 怎么说呢 给大家说再敏感点 就是说老骂华为 这个那个的 就跟其实跟萨德似的 就跟那个华天似的 你说这萨德导弹 安谈韩国是跟他妈的 乐天是有鸡膜毛关系啊 咱们北京的这帮 我亲眼所见的 乐天超市了 被打被骂 被砸 拿车堵着 不让进去 你是不是中国人 你是中国人就别买韩国的货 别他妈进乐天 你们想想对不对 那乐天的员工是哪的 都是他妈的中国人 乐天的食品 加工品 80%都是他妈中国加工的 你他妈让乐天倒闭 关门 那么多员工去你们家吃饭去 你爸你妈别在乐天工作吗 要在乐天工作 你敢骂吗 一个道理 大家想想 华为乐天 一个道理 背锅 背锅 哎 这就是今天啊 赶快给大家 把这马宝国的事说了 说东哥为什么 最近怎么看开了 是啊 经过这几年的风风雨雨 东哥也明白很多事啊 对吧 包括太极拳的 你们看这 太极拳的这个教学 都看过电影 我原来也学过太极拳 经常看到很多成练的人 也在练太极拳 全国现在有很多人 都在练太极拳 然后呢 我们都看过电影 电视剧里面 经常会演到太极拳很厉害 四两破千斤 能把相铺都给弄倒 然后像杨露禅 太极宗师里面演过 太极一个手法 就可以打人数米之外 然后轻轻一个手法 人就飞出去了 轻轻手指一点 人就跪在地上了 就觉得这可能只是电视剧 或者电影里才能出现的 然后当时说 当时就接到这个选题的时候 就说 咱们现在就有一个老师 可以做到这样 当时就不相信 我们是 我们因为我们就是 经常性的会 一种质疑的态度 去面对我们所拍的选题 然后当时 见到张老师以后 就不相信 不相信以后 就现场就试 跟他的徒弟一块练 就是像电影里演的那样 一个手指 轻轻的一点 人就飞出去了 直接摔在床上 摔得很小 我在现场 那当时我们还是很质疑 就是你会不会是托啊 都是你自己的人啊 会不会是这样 然后找我们设置组的人 跟他试 包括我们的同事 我们导演 都跟他一块是 和探索发现 两个栏目 同时跟进 全方位的 对张志俊的拳法 和各项身体机能 进行拍摄和测试 想用科学的方法 解释其中的奥秘 在北京 连续20天的拍摄后 设置组 又跟进河南 实地拍摄 张志俊的教学活动 他这个机器的手法 确实是比较神奇 然后这个学习班呢 现场的氛围比较好 在那个地方 只是拍到张老师 以及他 他本身的随身的几个徒弟 我们还想见识到 更多的人 他们是怎么样一种态度 然后包括来到张老师的老家 我们想拍一下张老师的生活状态 包括讲一下他原来的故事 这样 在张志俊先生的教学现场 央视记者在记录着 他整个的教学过程 休息间隙 央视的摄像和编导 也像模像样的学了起来 身材娇小的编导 运用所学的技法 竟然非常轻松的 将身材高大的摄像制服 太极拳的神奇 让央视记者佩服不已 此次在央视拍摄专题的20天里 央视动用了国际先进的人体技能 测试仪来测试它的爆发力 没想到所得到的数据非常小 但摄像机却记录了他一次 将六名壮汉掀翻在地的事实 国家体育总局科学研究院的 李湘晨教授 他到美国去研究了人体力学 他就发现 美国人现在正在研究的 比较前沿的人体力学 和太极拳的发力的原理非常接近 就是四两拨千斤 怎么样用最巧妙的力去 击打对方 去攻击对方 然后刚好有这么一个契机 就把张老师请到北京 然后就用全都是给国家队队员们 做测试什么篮球队 国家女排都去做测试 那种力量测试 包括出拳的速度测试 找了几个比较重量级的大汉 和张老师一起做比较 每个人的力量是多少 出拳的速度是多少 看他们谁力量最大 然后最后再得出结论 就是为什么太极拳那么有魅力 通过一个实验的数据 实验的过程 来揭示出太极拳这种魅力所在 是这样的 拍的过程中 我们就已经明显对比出来 就是张老师的力量是最小的 几乎每一项次 他力量都是最小的 可是那些人跟他打 全部都飞出去了 就是这么一个结果 太极拳的神奇 是仪器所不能解释的 但张先生却说 没有什么神奇的 就是身体的协调 与力的化解 人人通过锻炼 都能达到 如果说现在科技都无法解释 那只有感激我们的先辈 是他们创造了太极拳 让我们现代人 在探寻他的神秘时 更多的是对先辈们的崇敬 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 平时我们经常会见到 很多人去陈恋恋太极拳 但是真正能够领会 或者真正能够做到 太极拳的核心 我觉得这个还是少数 我认识张老师 我觉得比较难得的一点 就是我从他身上 感受到了太极拳的核心的魅力 我原来也学过太极拳 经常看到很多陈恋 这个视频 就是中央电视台 直接说吧 某央视 英女的 说太极拳好 伟大什么的 我一看 这不对呀 这个教学方法 扯淡呢 说太极拳厉害 怎么厉害 我还那句话 我问就是问你们 这个央视这帮记者 太极拳在哪呢 你们见过太极拳打拳吗 你们见过用拳打人吗 太极不就推你吗 推家摔吗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中国摔跤挺牛逼的 日本柔道挺牛逼的 那如果这么说 跟太极拳更像的什么呀 日本相扑 那玩意又摔又扔的 但是人家相扑都有比赛 对吧 你太极拳你有比赛 有 可以 你叫太极推手 没毛病啊 对吧 你说我们太极来推 怎么了 跟相扑似的 东哥双手赞成 东哥推不过你们牛 没毛病啊 对吧 你飞来个太极拳 能打人 能防身 你这不扯淡的吗 这央视这女的 这不扯淡的吗 你说给你们央视 这不是又添一把屎吗 本来原来 CCTV那个寻找真功夫 那男的叫什么呀 什么言呀 那央视大骗子 记者啊 明目张胆的骗 这应该是被央视开除了吧 这奔出来这么女的 这不骗子吗 说你凭什么说呀 首先这个教学的手法 这个台积拳教学的手法 是固定教学 什么意思 你把腿搁在这 你把手搁在这 哎 你推我 推不动 好 在这个位置上 我啪一推你 你就出去了 那问题是 是这种教学的话 我他们也会呀 对吧 你要真是自然打击 随便的来干 来推不固定的脚法 步伐下 你比我 你推不出这种东西来 明白吧 所以很多人说啊 就是这个 太极拳怎么这么神 不是 他是在特定的条件下 特定的这个手法和步伐下 做一个推手 能把人推出去 但是一旦换了 步伐 换了姿势就不行了 这就是为什么 太极拳 这就是为什么 这是高级教学洗脑 高级教学洗脑 这是第一 第二 太极拳还用什么呀 你学武 先学德 什么叫武德呀 就太极拳所认为的武德 就是师父说什么都是对的 师父做什么都是正确的 师父只要跟你演练 你永远要配合师父 我是你师父 你要配合我 这样才行 就以此来洗脑 洗脑 洗脑 把那帮徒弟就自然洗成了 师父永远是对厉害的 只要这个手一搭 师父一推我 我就出去 我要配合师父 这个是徒弟就被洗脑了 就变成了 都配合师父 有人来试手 怎么办 那帮洗脑的师父 他们都学会了骗 好 你不来试手 行 小伙子 你把这腿啊 搁在这 你把这手啊 推我的肚子 你别的地方别推啊 别推我胸 别推我脸 别打我啊 都别动啊 就是你的手推我肚子 你看推的动 推不动 那么通过这个几活 人体的站立 这么是推 是推不动的 大家可以试 我动作推他们也推不动 来 这回明白了 稍等啊 赵偶然接电话 大家明白了吧 就是这是固定的教学下 是推不出来的 是推不出来的 所以太极 你要说推 叫太极帅 太极推都行 你别叫太极拳 你的拳在哪里 你自己做动作 是太极拳 但你这个人上的时候 你就不打了 来 你推我 这就扯淡 所以就蹦出了像陈勇老师啊 这样的 就是 这也是自己给自己洗脑 说的多牛 啊 五十太极 多厉害 这那厉害的 到最后完 完 完蛋 哎 这就不说了 呃 大到古太极 这个比赛 我上次做节目也说了 早晚会比 早晚会比 大家别着急 我老说就是我为什么说东哥永远会赢 就跟那帮太极的去比武 因为他们所做的都是那种要不然尊师主导 让学生配合 要不然是在固定的条件下做比武 固定的条件这个姿势下做的是示范 能成功 但是你跟真正的人去对抗是不可能这样的 你明白吗 也不可能人去配合你的 也不可能人家让你推哪你就推哪 你让我推肚子给你勾拳 你早躺地去了 所以 太极拳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首先他就不传统 他就一百来年的历史 二百年到头了 没有那么神 第二呢 就他就是江湖把式卖艺的 太极拳的出身就是江湖把式卖艺的 为什么现在到今天 人给他抬那么高 关键的原因就是什么 就是中国的奴役思想 奴才思想 王爷练 底下人都练 我开门去啊 三姨 开门 不好意思啊 就是奴才思想 看王爷练 我们底下的小官员也练 底下的官员一练 经商的也练 大家明白了吧 就像现在跟银行 很多人啊谈合作 谈什么的 银行人喜欢干嘛呀 银行的人基本上喜欢两件事 一个呢 是打桥牌 就是打不合牌 你拍的马屁 给他打不合牌 一个打羽毛球 银行的领导喜欢打羽毛球 找几个会打羽毛球的 小姑娘更好 完了学 叫 这是投其所好 明白吗 太极拳发展到今天 就是投其所好 给老板 给老板 给领导拍马屁的 他本身就是一种健身操 东哥骂太极 骂的是一帮太极骗子 东哥说太极 直接说到太极的本质 太极就是一种太极的老年健身操 根本就不能实战 这实战 能实战的就是胡说八道 拍领导的马屁 某些领导写太极拳好什么的 为什么呀 这是因为做操呢 他觉得太极拳做操 好 是这个意思 你见过某些领导 靠太极拳去打拳的吗 这不胡扯淡吗 明白了吧 老说中国人腐朽 从练武的就开始 要想打掉中国人的奴役 腐朽的思想 其他部门我不管 在武术上就打掉太极拳 太极拳就是拍马屁的拳 就是奴才拳 就是体操 你健身 东哥为什么去公园 还有我们小区啊 人家打太极拳 东哥从来不说 特别好 加油 我爸妈也去 为什么呀 当成一种健身 老年养老 舒腾舒腾筋骨的活动体操 是好的 这是没错的 但是东哥打的是那些 利用太极 说又能打又能推 违背了整个人伦的机制 违背了整个的人体力学 这帮傻逼骗的 东哥打的是这些 还有东哥打什么 打着那帮自我蒙骗洗脑的 不自量力 要靠挑战我红的人 你们看挑战我这帮人 有谁有好下场 什么丁浩吧 什么吕刚吧 保证他妈的不不不不 不让薛小冬受伤 我保证把薛小冬打成什么样子吧 什么田野吧 抽昏我吧 你们看看有好下场吗 武士太极拳第六代陈勇 太极拳人 什么特种兵出身 有好下场吗 你们看见了吧 这些是东哥自讨自演的吗 你们查 如果是的话 东哥还能混到今天吗 这都是真实发生的 明白了吗 都是真实发生的 你看中国武术协会 原主席李杰 还敢说我薛小冬捞钱骗钱 我薛小冬就一句话 李杰 中国元武协主席李杰 你把你们家财产 你敢曝光吗 我薛小冬跟你一起曝光 曝光到全他妈网络 你敢发吗 我就敢发 李杰 你们家你 你们家孩子 黑了多少钱 一共家产多少钱 你放出来 我薛小冬黑多少 我挣多少我也放出来 你敢吗 还敢说我李杰 你身边那些人恨死你了 知道吗 你以为你退休就完事了 别着急 查你的时间有的是 我老说这句话 大家别老惹我 上到什么什么人 别惹我 我老说这句话 我也觉得我挺神秘的 等等到现在还没死 那么牛逼啊 那就别惹我呀 啥逼似的 还他妈惹我 活逼该 我呀再说一句 教你们点 教你们点 教你们点阴招 对于东哥 你们来软的呀 老他妈基本上 硬了好几年了 你们他妈谁好了 操你们 一定干你们 现在不是帮我打吗 放心 一定打 东哥以后的比赛 先他妈打完了再公开 我看你们怎么办 完了吧 我老说你们招安我呀 梁山一百单八将都被招安了 你们招安我呀 一点金黄都不给 就给他妈给拦 有意思吗 当然了 北京的武协还不错 人家杜泽兵杜老师 这是我尊敬的武协主席 人家里也是练他 尘世太极的 为什么我尊敬人家 人家看得起我 人家跟东 学奥东 哎呦 赵张相 我老师对不起 我能我不好意思跟进赵 您是堂堂武协主席 我被你们生为了武林公敌 没事 小东 赵张相 你有你的优点 真实 诚实 来 我感谢人家 对吧 你别管人家练什么的 人对我尊敬 那我当然得对人家尊敬了 对吧 我他妈骂这武协 骂那武协 死全家都骂 北京武协 我不骂 徐晓东你怂了 你在北京吗 不是 杜泽兵老师啊 看得起我 我朋友圈发过 我们俩的合影 知道吗 我还告诉大家 他底下有一个女的秘书 居然特别喊 啥小东发的 啥小东发的 你敢发 你跟杜主席的招下 啥你发的 我操 当时我还蒙逼了 你知道吗 我们张教练 张行政 没教练 赶快打电话 怎么了 小东 你这能发吗 当时我也蒙了 我赶快问你杜泽兵主席 我杜主席 我发了您的 咱俩合影 到朋友圈 对不起啊 杜主席说什么 没事 小东 你发吧 本身就照了 堂堂正正 我一听牛逼啊 对吧 完了之后 又骂那女的 我操你骂 你个傻逼奴才 连他妈你组的 都没说什么呢 你他妈算个屁啊 我直接就开始骂了 为什么呀 人杜泽兵主席 牛逼啊 看得起我 那我肯定有老老实实的 人杜主席找我 找安赖 那我还真在跟他聊聊 当然现在杜主席 现在也是 因为马保国的事 弄得挺焦头烂额 所以轻易的也不找我 人家主席嘛 所以我也老老实实 等待人家召唤 是不是 东哥呀 还那句话 东哥是性情中人 知道吗 有些时候 你们换点计策 别老跟我来硬的 东哥叫他妈的来 就跟你们喜欢干硬的 我说了 也要打假 继续打 世界朋友们 别着急 一定看 一定牛逼的 我他妈先打后放 完了吗 看你怎么管 远武协主席 李杰 记住了 别惹我 你不是跟我们 没教练 没老大 一块参加什么活动 还合影呢吗 我们没老大 那是我师父 跟跟我 我们是师徒关系 但是李杰 你有什么话 找我来说 别不好意思 跟担小鬼似的 跟我师父说 直接找我来说 你要再敢说 诋毁我 造谣我的话 原中国武协主席李杰 你等着 你早晚会被查 你们家那点事 早晚会被堵了出来 你身边的人 早晚把那资料都给我 别得罪我 说几遍 犯贱 北京话 地牙者 掰之 老讲这句话 知道吗 以前你们家这点事 我都知道 自己掂量掂量 给你面子 你不是原来原主席吗 给你点面子 好了 今天的事 主要是跟大家说 马宝国 虽然讨厌他 但是 马宝国 确实我们查到了 不是他报的警 是上海某组织 某武协组织 某体育局 报的警 好像是 公母 不知道 我应该是个母的 三个字 好像是 这呢 疑似 疑似 大家去查 马宝国 这事 大家以后可以 骂他骗他 骂他自我洗脑 骂他小丑 但是 就不用骂 马宝国 报警了 我这视频 大家也给发给 马宝国 马宝国 该骂你 要骂你 你个老浑庸的 老家伙 笨蛋一个 但是你确实没报警 我徐晓东 也替你洗个清白 你该蒙 蒙你的 该他们继续耍耍你的 但有一点 还是 马宝国 别惹我 惹我就 他们你倒霉 看见没有 倒霉了吧 我逼该 老家伙 我逼该 我就乐 2017年比我 我操 举着什么 那大旗子 好家伙 跟自己 货元甲似的 底下一帮学生 我就问 哎 上海的朋友们 你们查查 马宝国 那帮学生 还在吗 跪着给他 敬茶的 拜师的 给他站在后头 站台那帮人 你们要脸吗 你们敢说 你们师父 叫马宝国吗 哈哈哈哈 看见没有 这就是历史 这就是真相 真相 永远 会露出来 只 永远 包不住 火 是假的 早晚 这他妈会出来 像现在的 金蔡荣 李毅 这种人 你们早晚 被人碾死 你们现在就应该 想几年以后 你们怎么活 你们怎么 逃难 问东哥 这个中国武协 马宝国 这李毅 这你要比起来 你最恨谁 当然恨他妈李毅了 李毅是 他们家仇 国恨 说他们我们武汉死 四千人不叫死 你妈老逼 那四千人的灵魂 他们在天之灵 那么多家庭 操你妈李毅 你死全家 王八蛋 那是国丑 知道吗 别要见着你 傻逼李 死全家 马宝国 中国武协 那是对我的捏造 造谣 诋毁 那是我个人的 我们私仇 没事 慢慢报 国丑 必须得干 要李毅那种傻逼 金菜龙那种呆逼 大家明白了吧 感谢大家 东哥说话激动 我怕你们听不见 东哥没带麦克风 逼民万岁 还那句话 看我的就因为喜欢我 为什么喜欢我 不因为我帅 不因为我能打 因为我真 真 真 逼民万岁